位于民间乡三伦村的公协社区 平时有许多的长者都骑机车 或是走路到社区参与活动 但目前社区周遭有许多的农路 已经有严重高地差 以及历清剥落的情形 对此在经地方陈勤后 先元林如阳以及财中志 也协同县长许舒华 前往实地会刊 期盼协助改善 先元林如阳财中志指出 公协社区周遭的农路 已经数十年来未重新铺设过 为及民众行车安全 这次特别感谢许县长 对于地方的关心 前来会堪并允诺改善 农路都已经二三十年 没有再重新铺设过 是大到是小 平常必经的道路之一 所以就感谢口馆长 一下子就马上 核准了两三百万的建设经费 让我们地方的用路 还有让我们的长辈和小朋友 都能够有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因为这些所有的农路的问题 的时间都将近二十年 不再防守过 总之跟我们如阳议员 特别来给我们许县长 陈秦 许县长也 今天来在我们三伦川 每一条农路 再来实地会刊 现定签讯 将近两三百万的经营 要来改善到我们三伦川 这些所有的农路 在这里也很感谢 我们许舒华县长的用心 在会刊过后 许县长也表示 目前工协社区周遭的农路 有高地差 以及路况不佳的情况 导致下雨时 地方的居民 经常发生交通事故 因此将会请县府相关单位 尽快地发包事工 紧速改善保障民众的行车安全 记者邱平俊 民间乡采访报道 都市民会访问 都市民会访问 都市民会访问